新城乡公所20号上午举办资源回收以及环保宣导即社团歌唱比赛交流活动 活动分为环保知识宣导 指定曲团体合唱竞赛 自选曲合唱竞赛等项目 最后是评审总评以及颁奖 新城乡24号在新城乡北谱国小活动中心举办 新城乡110年度资源回收及环保宣导即社团歌唱比赛交流活动 各社团参与踊跃 新城乡公所为了加强练习新的乡歌并且与乡亲互动 业组队参加交流活动 分别有花莲县客属会新城峰会 新城乡公所社会客 新城乡社区发展协会 名有长青会 孙岸老人会 嘉兴长青老人会 幸福快乐组 漫波组等14个队伍 指定曲是由乡公所为了推广观光与人文编入的两首歌曲 其中漫波新城乡亲篇 歌曲介绍新城乡的优美地理以及田园好风光 乡亲新老耕作与美丽月牙湾发展 愉悦的人文特色等等 多国歌曲让乡亲好友们 认识幸福快乐的海洋漫波新城 今天是由我们社会客来办理 大概就是我们新城乡的各个社团来餐饮这样子一个歌谣 一个比赛 一个交流 一个信 中国这样子 前乡相亲的一起动起来 让我们知道新城乡的定位 光光的角度来切入 所以这首歌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之后 街坊的社团是能够来加以来推广 那现在央在这两个人当一个突变 包括我们十大福利政策 前乡相应的健康保险 包括我们郭忠祥 学生的这个奖学型的这个补助 包括火化的补助 幼儿园 双语教学 以及免费养补餐等等 总共十大福利的一个政策 包括未来我们要推动 我们前乡的帮忙这些辅助 我们的弱势 以及老人乡做信武发誓的一个推动 我们要各项的鼓励和政策 都是要让我们幸福新城更新 新城乡的何立台表示 新城乡公所制作香歌漫波新城推广新城乡 更分为乡亲片和观光旅游片 透过歌曲介绍 新城乡的美丽风情和人文 因此规划介绍活动 让乡亲了解乡亲年的乡歌 透过乡歌了解自己去住的新城乡 以便向乡亲好友介绍新城乡的特色 记得希望你新城乡的报道